老闆又来帮大家解惑了 蛮多香水买很多的朋友 大概都知道什么是Tester 但也有很多新朋友要进入香水领域 都会问到说什么叫做Tester 老闆这一次一起来说明一下 Tester呢 因为从品牌在生产的过程上中 都有很多像是Sample一样 需要在这个砖柜或者是在展示间 或者像大卖场这种展示 像电视一样展示在那边 大家看一下这个色泽怎么样 这个效果怎么样 香水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会做一些 例如说这样Tester环保纸盒包装 那里面内容物呢 事实上都是一样的 那为了就是可以在各大砖柜呢 有同样一支香水 不用漂亮的外包装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可能瓦韧纸 或者是环保纸盒 然后直接送到砖柜 那可以让客户打开四箱 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做生意啊 所以市面上你看到Tester 也很容易就被拿出来 就直接拿来卖了 对那这个都是厂商 换一些成本回来的一个方式 所以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 Tester由来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很像有一些Dyson 也有一些展示品福利机 也都是在卖场做一些展示的时候 大家重新调整一下修整一下 一样折个价卖出去 所以这是Tester由来 那也由于现在近年物料上涨 原物料通膨的关系 所以很多在制造上面 你会慢慢发现说 之前可能跟原产品 连盖子这些都跟原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说 有一些已经把漂亮的盖子 转成简易盖 那也或者甚至有一些是没有盖子的 这个现象都会慢慢的出现 所以就是Tester有它的好处 就是它的价格优势 就是相当便宜 不是说相当便宜 有一定的这个价格的空间 那相对的它可能就比较 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就是有完整的盖子 所以这个也是介绍Tester Tester给大家认识一下